這邊建築的面積一共3955坪 高鐵解說人員講得仔細 站在一旁的執行長鄭光遠也認真在聽 苗章雲新三站12月才通車 高鐵執行長卻惹出風波 一向標榜準點的高鐵 沒想到在上個禮拜 因為執行長遲到一次耍特拳 延誤了所有人的發車 就在上個禮拜三12月9號 8194列車本來表定9點台北發車 但執行長鄭光遠遲到 高鐵也沒有向旅客告知 晚了兩分半才發車 全程將近400個人等他一個 要為了等他一個 然後全部人浪費所有的時間 去花費在這個人身上 像我們如果自己買票 沒有搭上車的話 我們就是自己坐下一班自由座 所以如果是照他這樣的話 他應該也要直接坐下一班的自由座 哪一班什麼時間開是什麼時候開 就這樣子而已 沒有特例 自豪準點發車 但高鐵公司卻被乘客認為 根本是帶頭耍特拳 其實鄭光遠惹意不只一件 根據平面媒體報導 過去就曾經發生 鄭光遠殖民要某牌的堅果 但高鐵列車上沒有販售 員工慘被罵一頓 甚至內部流傳 只要搭高鐵 報上鄭光遠的名號 就能升等 負面消息 再聽一樁高鐵形象大傷 對於執行長鄭光遠耍特拳 耽誤所有人的時間高鐵沒有道歉 只有短短兩句話回應 還解釋過去曾經因為孕婦或生障者 延遲開車的例子 但為了公司執行長遲到而延誤 恐怕讓當天將近400位乘客 很難接受 借林農民 張定軒台北報導